Hello 今天我们评测一下这个叫RJ Focal Reducer 这是我在eBay上找到一个那种国产的那种那种剪剧环 剪胶环呢 就是把全画幅的镜头然后放在APS-C的相机上 然后能有大概0.72倍的这个效果 就相当于说给你一个类似于全画幅的这种效果 画质我不想说这种事情我不是很在乎 然后我发现这个画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一个尼康的很肉的这个55 1.2这个镜头 然后我看也没什么OK 挺好的 然后要说它最香最香最有优点这个东西 就是它能把我这个尼康的镜头变成无极光圈 什么叫无极光圈呢 就是declick clickless 我不是在讲英文 就是无极光圈就是没有那个卡卡卡卡的声音 我觉得这他妈太有创意了吧 他只是用一个大概拨杆的东西把那个光圈 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啊 那个我们Lio之前解释过 然后我没弄好就是就是这样子 他妈这老破镜头就变成电影镜头了 OK这么说有点夸张 但是还是说一下这个想法就是你搞摄影嘛 你玩镜头嘛你有的时候并不需要磕金的 还是这个功能大于玄学 这个挺魔性的是吧 然后有一些比较恶心的东西就是它那个东西上有点油 刚才视频应该能看到就是它有点油在那个环的侧面 对他应该就就润滑油嘛这样子就是弄的比较顺 但是我感觉这个有点恶心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要有油 当然了我就想说一百刀嘛没啥可说的 然后后面是就是我拍的一些照片是在一个这个叫什么 Coin Laundry洗衣店拍的这么一组 然后还是我朋友这个Doherty出镜 然后后面有一些Vlog 照片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按脚 但是几乎看不见 画质上我觉得就肯定会肯定会减少一点 但是真的很重要吗这种事情 我更在乎的是给全画幅的这个焦距和 你说全画幅镜头在APS-C上肯定会增加果冻效应嘛 这个就是减少它的果冻效应 减少这个长焦带来的抖动感 就是防抖嘛 然后你就说MetaBone这个东西也得四百刀了吧 那这鬼东西一百刀一百刀左右吧 然后你在国内的话可能更便宜的 那要什么自行车对吧 你看到现在这个就是我用这个拍的视频的 我我是没有拍4K 我录的是1080 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够了 你需要四五百刀就能怎么样的 因为你想说你换一个全画幅的相机 你也要大概很多很多钱对吧 你最便宜的A7你也要个一千多刀 你别的什么的就更别说了 那为什么不就凑合用你的这个叫什么 你的这个残服相机呢 我是只用残服相机 我不会用全画幅的这个 因为有一些原因 而且我也懒得花钱 就是我懒得花钱 我也没有钱花 好然后这是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休息的时候 然后这个妹子我朋友拿着那个Leo 我借给Leo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Nikon9100玩起来的 然后拍的一些东西 反正我们的圈子人就是共同点都是喜欢拍照嘛 这是一个把我们聚到一块的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这么个这么个爱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用这个相机来拍一些视频 然后就是那天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洗衣店 We are going to a coin laundry place 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就讲一下这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个叫叫coin laundry 一定是这个 就这里就这里 Look coin laundry coin laundry 那这种地方呢在西方国家相对比较常见 就像是生活大爆炸那种电视剧那种美剧里 都会有的这些画面 就是投币洗衣店 对于我们这些国内的人来讲这种东西至少我在国内生活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但是渐渐的在国外也也不是很多见的了 因为房子应该都有洗衣机了吧 但是在有些地方呢因为一些原因他还是就是没有很多很多街区都有就是至少几家这个东西 有的甚至是几乎24小时的就是从早上9点开到开到半夜11点12点 不是干洗就是就是就是洗头臂然后洗衣锅你就在旁边等着然后他有那个干烘干那个功能 就是能把衣服轰得特别特别干 那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鬼地方拍呢 呃 这其实不是个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其实尤其是摄影玩家呀就是那些独立电影人呐甚至我们的观众 其实我们都并不真正属于任何这么这种族群就是说你家里有洗衣机你并不属于这个阶级的 但是出于这个猎奇的这种好奇心的哎这这没有洗衣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你从小看灰姑是灰姑灰姑娘的那种故事 然后你看生活大爆炸那个吸耳朵 shelden的那个吸耳朵和那个penny在投币洗衣机旁边的吵架 你甚至去想象一个遥远的国家什么美国欧洲那种那种这种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那种普通人再穷一点的那种那种破产姐妹那种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感觉 其实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感觉 然后你望眼能看进一个平行世界的另外一个你的人生的那种感觉 就是glimpse of another life 因为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几乎是数不尽的那些文学作品里 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那些那些有诗意的那种跟你的阶级不一样的 无论是很有钱的还是很没钱的说的俗一点 什么古董当铺啊什么斯卡布罗什么集市啊 或者是我们这家店甚至是华尔街的哪个什么证券交易所 你会幻想就是说你在这种地方不同的setting不同的地点 会不会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例如说你会经历一次人生的转折 或者是遇着个漂亮姑娘一次的什么爱情的 或者捡到价值连城的宝物或者是被苹果砸到头上 但是真正对于这鬼地方的人来讲 这只是个普通的星期六而已 哎来来来 瞧瞧为什么要给模特看照片 ok 为什么要给模特看照片 看一下我哪里就是那个表情不太好 那个头差不多 因为我有表情 不是有时候你太干了我觉得 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表现什么样的呀 我以为你都明白 其实你心里也揣着糊涂装明白 没有就是 没关系没关系 你自己看吧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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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吗 啊 说吗 说啥 为什么要看照片 ok 如果你是个像我这种状态的人 就是说你不太在乎人家看我为什么那么丑啊 那你就给别人看 如果呢你是像那种 我拍东西好难看啊 千万别说我回去修 你就想一大堆话术 哎 就像就像我们这六小哥他拍的就不好看 他拍的不好看了所以他千万不能给别人看 要不然就说 干脆又挖了 不是不是 真是这样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女朋友同学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吧 对吧 我不是赶鸭子上架 那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如果拍的太丑的话 对不对 要么是那种脸黑 要么是脸歪 要么是眼睛歪 要么是嘴歪那种东西 就是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给人看呢 第一我现在想出东西了 第二那边那几个 人家那几个 那几个 就是街坊们 他们在这个洗衣服 然后我们要等他们 就是稍微走开了一点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设备 这个时候呢 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拍了 我也要想一下有什么 脑回路要转一转 要给我点休息时间 我就能想出别的东西 因为毕竟我们这也不是专业的 只是这个亲朋好友嘛 过来帮你撑撑场子 拍一个相机评测 然后莫名其妙的变成了 调校模特视频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也不是说呢 你在休息的时候 给模特看一下你的相机 如果你是靠谱的人的话 你能得到一些CD时间 这样子你一会可以放一些大招子 之类的 然后你可以策划策划 什么东西 一个休息的时间 而且还是个交流的过程 有喜欢的吗 还可以 我今天拍完了 然后 这个地方是我们偷的用的 上面有两个监视器 然后这个地方在Rishman 希望那些看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 就是怎么说呢 来这里拍照是可以 但是要是被人赶走 不怪我们 然后也尽量不要太大动静 像我们这里这么好几个人 这个很容易就要被人赶 然后有一个重点 重点就是 你不要拍到旁边的叔叔阿姨 你有毒啊你